大家好,欢迎来到一阵营 那么今天是教你看掌停板的第四个视频 今天我们主要解决什么是上涨的问题 首先需要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上涨和下跌的区别是什么 给大家五秒钟时间做一个思考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 好,时间到 答案就是上涨和下跌的核心区别是 上涨可以无限上涨 一波上涨可以翻一倍、两倍、三倍、四倍 翻好几倍 而一波下跌一定不会跌破100% 下跌空间必定在100%以内的某一个阶段 停止下来 个股要连续下跌 就必须采取下跌加盘整 再加下跌的方式进行运动 当然直接跌进超跌定义的股票 又是另外一回事 根据我们观察 正常且没有重大问题的各国都不会出现一口气跌幅大于50%的超跌行情 这个情况出现的频率不是很高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复盘100个以上的股票 统计一下这个概率和频率是不是不高 那么明白了上涨和下跌的核心差别 我们就不应该害怕下跌 更不应该害怕上涨 那么在我们之前视频所提到的下跌空间里面定义的20%以内是上涨 30%以上只下跌 20%到30%之间是盘整 这个定义能否放在上涨里面呢 答案是可以的 涨幅小于20%表示行情依然属于趋势延续 例如前面是下跌 而反弹呢 不够20%就表示还要延续下跌趋势 涨幅大于20%不足30%啊 表示行情进入震荡的概率很高 那我这里强调了一个概率啊 因为股市没有100%肯定的事情 所以呢 任何事情都要考虑是概率 在下跌的基础之上 我们需要增加一个空间强度对比的条件 这也是和下跌定义啊 最大的一个区别 所加的条件也非常简单啊 比如说前半半行情下跌30%出现反弹 只要反弹的上涨空间小于下跌的空间 就表示行情依然处于空头的主导控制当中 如果反弹的涨幅空间大于下跌的跌幅空间 就表示上涨趋势占主导 那么后续行情呢 我们就会开始看向上的趋势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们这里给大家录一个案例 请大家看这段走势啊 从最高点到堆积点呢 下跌是70.8% 而反弹呢 从最低点到最高点 反弹的74%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 反弹的空间大于下跌的空间 那表示后续的行情呢 就摆脱了下跌啊 受多头的影响和控制 那么这种空间对比呢 我们是基于一个客观的事实 那就是行情在下跌的时候啊 是由快转入慢的 也就是越跌越难跌 而上涨的是由慢转入快的 起步涨的时候很慢啊 到后续上涨空间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快 所以理论上啊 下跌的后的反弹 更容易大于下跌的空间 在这个不对等的客观事实对比之下 上涨的反弹空间 都没办法大于下跌空间 那就表明这个行情走势的多头 是不行的 这也是我们识别啊 行情是否还在下跌的一个 重要理由和原因 好 那么以上的整个视频 我们明确了下跌 明确了上涨 但还是不够 我们还需要明确震荡横盘 那在我们的定义里面呢 上涨20%到30% 和下跌20%到30% 我们都定义为盘整 那么这两个盘整 有什么不同呢 在认知上 以及使用上 有什么差异呢 这就是我们需要 解决的核心问题 好 那么这一期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关注 易正宜 我们下一期再见